因此,南韩政府在各地广建英语村,希望南韩的孩子能够就近在复制的外国实体情境中由外籍老师教导英语,而不必远赴国外,牺牲家庭生活。 安山英语村 安山英语村坐落在韩国著名海滨休息区,园区设施完备,包括体育馆、健身房等。 入村大厅 攀阔的入村大厅 通认情境教室 走廊张贴英语图示,随处可学 银行情境教师设施 墙面贴有情境教室的绘画内容 宽敞明亮的学生餐厅 学生餐厅既是用餐,也是学习的地方 西餐厅情境教室 后机室情境教室 机场通关情境教室 摄影暗房情境教室 学生作品展示于走廊观摩 学员宿舍 羊平英语村 占地3万亩 原区有55栋建物 细参考美国维吉尼亚洲之主要建物新建 据称其中有如漫步在维州首府 优美的环境吸引许多影片、广告、来此拍摄 进入羊平英语村 要先进入Washington Airport Terminal实际体验入关 入村人员会持得一本护照 经海关询问后 依照英语能力分组 提供适切的教学活动 入村护照作为分组 学生宿舍8到15轮一间 读动宿舍有家的感觉 宿舍内部 教师宿舍 餐厅 烹饪教室 环村公车也是英语学习情境之一 户外表演舞台 天文台 温水游泳池 高尔夫推竿练习场 阳平英语村提供韩版游心花人拍摄场地 因此吸引许多人来此学习英语 即参观 提升其知名度 并增加门票收入 并增加门票收入 英语课程 英语社交机构推动模式 本次参考公办民营的 首尔英文科学教育中心 特色 以英文结合科学教育 首尔英文科学教育中心 馆内有丰富的地址标本 馆内可供民众参与实业课程 馆内设施欢迎参观者自行操作 透过体验学习容易理解科学概念 顶棚可收缩开展的五楼天文观测站 替成人开办英语咖啡时间 每月仅要两万韩元 约六百元台币 即可小组与外籍老师 共同学习英文 外籍教师以英语 为参观人员讲解 馆外的英文科学公园 公园内有恐龙模型 珍贵的恐龙足迹拓印 公园内的说明都是韩英文对照 公园设施均有韩英文对照 参访心得 为加强英语迈向全球 要求英语课程应注重绘画能力 从2010年起就要实施T11认证 在英语课堂上全用英语授课 为落实英语课用英语 南韩政府开放各校聘用外籍英语辅助教师 也特别加强支援农 渔村及偏远地区的英语教育 最近更申布将在2012年研发完成 韩版英语能力测验 并将作为大学入学测验工具 企图取代现行的托福与多译 企图心可见一斑 看看别人 想想自己 语文能力是学习的基础 本校99学年度各年级将增加两节英语 一节精进阅读 期盼真把握学习机会 强化自己的语文能力 资讯学习是科技时代不可或追的能力 本校于99学年度将有6年11班 6年14班加入行动教室 电子书包试办方案 试办结果将逐步推广 踏山之时可以工作 期盼同学们能养成阅读习惯 并尽可能多到各地参观 扩展自己的学习视野 以增强自己的国际观 谢谢观赏 Thank you for watching